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台东县政府办理的风起原舞 月动台东原住民月舞大赛活动 23号开始报名 并且在县府的大礼堂进行了一场宣传记者会 会中更邀请了包括原住民歌手叶伟廷来出席现场 宣传活动的赛事 鼓励部落的乡亲共同来参与 缴足总奖金42万元的高额奖金 台东县第二届风起原舞月动台东 原住民月舞竞赛将在23号起跑 并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宣传记者会 在会中更邀请了歌唱选秀节目 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叶伟廷 为活动宣传献唱 台东县政府希望透过这个歌舞竞赛 鼓励原住民朋友走上舞台 展现歌喉也展现各族的独特传统 以音乐与舞蹈让全国甚至世界 看见并了解其中的内涵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的南岛乐舞的竞赛 那其实第一年去年 我其实当县长以后我就一直希望 就是说我们台东这么多原住民的 有才华的乡亲朋友 怎么样更有系统的来福祉他们 把他们不但是从部落里面挑出来 然后提供给他们表演的机会 给他们鼓励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将来在这个 也许说不定可以在这个表演的路上 能够发展的非常的好 那所以去年我们开始办理这个比赛之后 其实受到很多的支持 我们各位如果还记得 我们去年除了现场评审的评分之外 也还有我们网路票选 举网路票选来讲 去年的有效投票数就有12万多 所以其实参与度是蛮高的 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到现场来看他们的比赛 可是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把他们整个比赛都全部录影录下来 做成数位来做典场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想要看的 不管是谁 民间的企业也好 政府的单位也好 然后让他们看过 他们自己去选 就说这次的乐舞竞赛得奖的是这些队伍 那你可以上去看 看他们的表演你喜不喜欢 那下次再适当的机会 你就可以聘请他们来表演 风起园舞跃动台东 原住民乐舞竞赛报名 从即日起到8月15号为止 并在9月1号开始进行比赛 欢迎乡亲共向胜举 一同欣赏原住民部落的音乐与舞蹈 详细资讯也可以上台东县政府网站 或脸书南岛台东 台东县原名处搜寻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